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09年五十年小组赛最后一轮的盲切比赛 温暖房钓鱼到对面泰州湾 那渔岛前边已经四顺了 这场比赛输赢已经无所谓了 那所以渔岛这边选择上了这么一个四宝一的林伯城 也是好久没见过的 米尔武装化身地固林伯城 看了一把风筝 那对战方恰巧上的是一个火标 咱们都说过国标克制的四宝一 因为四宝一前期他会有一个原始的伤害积累的过程 当然对面这手点杀给的是真不多 直接一把便宜点过来靠前排的善恶 再加上神木林好像伤害还是差点意思 一旦把林伯城时不时的点死的话 那观众房的游戏点就会差很多的 渔岛这边女儿孙现在也带163了 跟大家说也带着163了 我今天下午才知道看比赛看见了 咱天天做渔岛的比赛 我也是头一次知道他带着163了 当然如果预防点杀的话 那可能武装怪就是最好的一个人选了 一手天地同兽 一手天地同兽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渔岛啊 他说句实话 这跟谁搭配 是没移速呀 这 很麻烦啊 大藏一板青石 接着来压观众房的林伯城 直接带走 一般四宝一的林伯城 他会选择用那个天神怒斩的静脉 我看一下今天遇到点的 所以看不见 算了 武神坛这两天看不见静脉了 得等到星期一的时候 武神坛打完了以后才能看见静脉 那得了啊 一会就看吧 观众房如果没开天眼的话 那基本就是天神怒斩静脉了啊 真均显灵静脉 那是一定不可能的 一定不可能 四宝一林伯城也算是 遇到这独创的玩法了 不怎么样最早是把这林伯城拎上 不战啊 就咱说现在这个时代啊 以前咱不说了 以前蝴蝶拳还拿林伯城拿过一个冠军呢 但以前咱就不说了 应该是夫子庙把林伯带上了 现在这个版本的独神坛 就那个润土 而鱼岛呢 相当于把这林伯城发扬功大了 独创了一首四宝一林伯城 之前都是夫子庙一直玩的 那个天眼神通的二一二林伯嘛 这个四宝一林伯城他确实在上上连吧 表现的还不错 其实上一年没怎么表现的 上上连表现比较多 上个月的话 鱼岛虽然拿冠军 但四宝一林伯城的发挥 没有啊 没有 上上个月 反而是那个月十六强 鱼岛输给夫子庙的时候 那一年的小组赛 这个四宝一林伯城确实是大八光彩 十月份的独神 十月份的独神 他主要是叠加那个天神怒斩的一个伤害 慢慢叠 效力藏刀 再给天地同兽开始保了 这林伯城不同于四宝一三嫂大糖 三嫂大糖的话 你用天地同兽保的话 他毕竟大糖啊 你要三嫂大糖 你得别建议吧 别建议你得扫吧 扫得要血线吧 你上了天地同兽 说白了就是把血线 没了 你上天地 你就是个 你就是个纸 你就是张纸 人家随便一个善恶 一个高莲高宫 直接就能把你直接杀掉了 所以大糖 你很难扫得出去 你还得搭进去一个化身死 所以说大糖上天地 也是很亏的 但林伯城不一样 林伯呀 花果呀 石头岭啊 这些物理系 我拉起来 我就能直接跟你干的 我直接就可以上伤害用技能 所以他们上天地同兽 保的话会容易很多 比那个三嫂大糖容易太多 这波关长方天崩地裂 啊要针对对张方的神木领了 一手小死亡没挂住 霍甲树再扔一扔 天崩地裂 三千五开刀 最后一下是不能贴保护的 对面出青石 亲亲宝宝 看看能不能再带走一个 打到法皇身上了 有点打不动 对面接着来针对 那你上天地 他肯定会来欺负你的 再加上现在关长方这边 他毕竟是没有孩子嘛 所以你拉起人 你怎么着也得吃九软 先耗一耗关长方的九软 再说 而且有了天地以后 对面相当于是打了个面上 你队友呀 怎么着也得过去贴一贴 相当于打了一波面上 也不算太亏 光亮追魂补上伤害 现在主要看鱼岛这边 要不要去飘漫天 还是那句话 虽然对面的阵容 是克制关长方四宝一的 但有一个最最大 也是最最基础的问题 就是在硬件和宝宝方面 鱼岛是领先拍着弯的呀 这个是最基础 也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硬件问题 宝宝问题 还有就是怎么解决这个 武装冠的问题 实在不行 对面如果运气不错的话 大藏或者神木出个青蛇的时候 可以尝试的来点点 关长方的武装冠 可以尝试 没青蛇可不敢点啊 有青蛇的话 可以尝试的来点点 伤害差不多是够的 裸汉一盖 咬个铃铛 关长方有孩子吧 有孩子 哎呦 这个大死亡 很难过呀 幻阳术拿起来 能加烧汉 继续断越射 可以看到 关长方这边 不开天眼 那就不用想了 肯定是天神怒斩金脉了 不是天神的吗 四宝一就不能用天神通的金脉 天神通那套金脉 你如果玩那个青宝宝的212 或者是打面上的212 那个金脉厉害 你如果是三宫队去突破豪门的时候 想跟豪门一较高下的时候 真军显灵那套金脉 反而更好 因为那会相当于大幅度 顺点提升自己的一个伤害力 跟豪门打的时候 有一定的突破力 三宫队 打豪门的时候 用那个真军显灵不错 四宝一的话 那就是天神怒斩 感觉灵波车 每个金脉都有用 哪个金脉都有用 这个就 跟其他门派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关长方开始天神怒斩了 开始叠加自己的伤害 大家可以看到 天神怒斩一层 一层 对面继续守着尸体 关长方 孩子也没了 稍后还是要看地府 用不用 环杨树继续拉了 环杨树最高 可以给这个林波神 加到一个50%的伤害 但具体每一次加多少 他也明明说 就知道最高 可以加到50% 黄泉之息 再抓一抓 对面还是保证 自己的一速不丢吧 环杨树 又是环杨树拉起来 有天地啊 他就没必要去活血 这林波城了 再来一个烈石 清掉一个 这这天神怒斩 肯定就没有风云再像 大家不用想着一回合 打21下那个事了 都没有的 不存在 所以神像再控一下武装 水清宝一下 天地 红兽继续保林波城 环杨树细节拉满 不给对面任何电杀的机会 水清宝一下 也得上天地啊 所以队长方小爽 又没挂出来 头上三个问号 哎 那他地府是干啥了呀 那头上问号 黄泉之息抓到 我就说原来没点啥 我就说什么大同旗子了 他没点啥 他黄泉之息来抓到 观战方的林波城 来抢物理器速度来了啊 我就说地府怎么三个问号 我以为他要点来着 一把金青 小死亡来点 观战方地府了 点地府 地府呢 抗性一般比较高 而且的话 小房不太好挂啊 这门派天真靠风嘛 再来一把烈石 也有机会把观战方地府给弄死了 但是小死亡没挂中啊 这个是比较伤的 看一下林波城 现在攒了多少 攒了四点的战役了 对面是不是也该杀一上这个林波城啊 而且台中湾那边有多少的这种高功善恶啊 这也是个重点 因为你如果想打天地桶树 避雷肯定打不动天地桶树 你别想啊 哪怕他降了防御了 哪怕他就天地桶树 但是你避雷也杀不掉这林波城 一定得是善恶啊 天目地裂 观战方再杀对面的神木铃 继续163 必须得是善恶啊 就看对面的善恶有几波 什么里没了 大爽的话 还剩下五个回合出一个洋户 可以直接拉起来 一个洋户可以直接拉起来了 大爽结束啊 一个洋户四回合 解四回合的大作 武装官继续补灯 怀魂罩 拉起来 这点杀目标 还真不太好选择呀 起个塔 地府这边已经没事了 观战方继续猎蛇 对面大堂 应该是针对这个林波城啊 什么里面干嘛呀 把观战方大堂压倒 这什么林 带走 财塔 米尔村在控 对面化身寺 这乾坤在套化身寺啊 这起啊 怕这化身寺 封不中啊 这是 林波城他毕竟倒地以后战役要减半的啊 所以说 杀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收益的 小嫂这回再点 早早的就开始了 段约射的点杀 给的不多啊 一把段约射 不让对面活出这口血啊 他就是想压这一手尸体 这还有个宝宝没跟的 没点死啊 段约射给的太少了 他也没天坡地利啊 因为刚才他是两点战役嘛 三月四是消耗一点 天坡地利是要三点啊 他刚才只有两点 天地还剩下最后一回合 继续猎食 他不浪勇啊 浪勇可以打三下 但是浪勇降伤害 浪勇是降30%的一个伤害 最高打出来是70%的伤害嘛 他不给你浪勇 给浪勇相当于给对面的高速送愤怒 你这四宝一的打法又带着地府 肯定是以点杀为主嘛 实实在在地 用小嫂点死对面 一到两个单位以后 他再打面伤才会有用 你如果单纯的就一个输出打面伤 那能把对面打崩了 那你就成了212了 那你就不是一四宝一了 先是点杀为主 点死了再说面伤 所以不要去 不要去盲目的打面伤 没有任何的意义 关照方还是啊 一个段约是继续清宝宝 天心童树没了啊 注意啊 天心童树已经抹右脸 又清掉了一个宝宝 大藤一把青石 神木一把青石 女儿一把金青 看一下这手点个谁啊 双青石 天地统兽 继续把凌波城保起来 破甲树直接要杀 还是选择了杀地夫 不过这手小嫂是挂中啊 那观众帮地夫肯定没了呀 小嫂没挂中啊 人家有金金有青石的 中天看护继续加伤害 天神怒战 这一棍子给敲死了 因为对面的163被观众帮 早就破干净了 这点了灵波这点了对面什么 那都好几次啊 有没有抢拉呀 一个满血的灵 神木他应该是不会抢拉的啊 满血神木里抢拉啥呀 没想到被观众帮一棍子给敲死了 那观众帮这边天神怒战的话 已经两层了 再换个练习身 对面搏一搏 好像 贴保护了 满血神木他肯定不抢拉的 地厅换出来 再来地厅 对面好像这是来拼命了吧 这就是越往后打 台州湾那边可能是越没有自信啊 打着打着自己就着急了 下滑到了大桶的身上 哎呀 这地厅还被清掉了一个 就剩下一个地厅就没啥用了 日月乾坤 对面再补个孩子 小嗓接着点对面神木林 观众帮多少也给了一把尺子啊 基本的尊敬还是给到的 没有不彻底 没有彻底不管这个地厅啊 一个段约士啊 再把对面神木林拿下 就是拿对面神木林开刀 因为神木林的靠性最低嘛 不拿你开刀 拿谁开刀 对面女儿有益素的情况下 就打针呗 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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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笑一下 继续亲帽吧 风火狼烟 激烈的要点一个 还是想这对观察风 对面这个观察风地府 可是有仇啊 他点个武装冠他不行吗 他为什么非得点这个地府呀 你点了武装冠是 凌波城你就可以杀了呀 这不抬杠吗 因为点地府的这个操作 他其实是偏防守的 偏防守的一个操作 他怕观察风反点对面嘛 但是点武装冠 这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操作了 点点武装 点倒武装 凌波城就给了 对面点观察风 凌波城开始 手拿把掐了 射魂降伤害 再来个破学啊 对面孩子直接点防御了 这个时候什么也要站起来 把宝宝给你抽掉 这不抬杠啊 继续守什么灵的尸体啊 没守住 诅咒之伤 这回欺负对面的大宫观谱 那观察风那边又有天目厉厉了 天地空手继续保护好 而且主要点武装冠 你小索也好挂 小索也好挂 这地府小索确实是个大问题 武装冠的抗性 基本跟地府差不多 武装冠作为一个二速封 地府作为一个辅助 这两个抗性 基本都差不多的 天蒙地链又来了 打了一万多两下 两下第三下都没出来 现在观察风手里 还有两点的战役 招宝宝 这个乾坤 再给对面女儿村手里 还有林园 他没选择打针 看一下观察风有没有去延长 黄泉之息再抓一抓 观察风也补了一把地厅 团双盾起再补一手 我要尽aterial 还有原本的战役 说三公大 突然 射魂再欺乎神木领 诶 还有个工地厅 什么 看看啊 再来两下 关照弯向弓的还是法的 果然工地厅 你皮 神木领又没了 163 送你回家 还有一下 我又打了这么多 又打了八千多 这打的委屈啊 小死亡再点女儿孙 特价书一针 天神怒斩 三万把 那一棍子啊 就这么一棍子啊 就没了 诶 观众现在可以打面上了啊 可以金头弄打面上 一棍子 一棍子 再来 严长送出去 三点零元的严长 猪天刚后再补一手 这灵波的状态啊 猎蛇 继续亲孩子 三层的猪天 三层的天神怒斩啊 天神怒斩 叠的就是天神怒斩的伤害啊 跟别的技能不挂勾斩 再来一把青蛇 还有一个天崩地裂 诅咒之伤 这回在针对对面的地图 小床挂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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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看接下来 接着目的电源呗 刚才说过 接着目的电源再换 再换 再来 再来 化身四部金刚了 林伯臣继续亲宝宝 这亲宝宝跟闹着玩一样 杀人都跟闹着玩一样 对面也换了一个地亭 当然对战方这个地亭就毫无意义了 三个地亭怎么着也得有个高速的吧 不得全是速度慢的吧 有个高速的去把对面的地亭处理掉 人解大逃 关闹着房这边的总投资 就在关闹着房的一号位地亭身上 有一个高速地亭 先把对面地亭处理掉 好像还能带走个孩子 带走个孩子 那这结束了 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谢谢兄弟们了 一把无魂 无双战魂再来 哎呀打他还中无魂 重点就在关闹着房的一号位地亭身上 还是那句话啊 虽然对面的阵容是比较克制关闹着房 但是整体的硬件以及宝华 这个最基础的东西 是关闹着房完全领先对面开着弯的 所以咱们说的那套石头剪刀布的理论 不包括硬件有差别啊 那大家基本都同一个水平上的话 还是有的根据的啊 只能说就是大概率就是个石头剪刀布 谁也不敢说绝对啊 因为梦幻还有个运气问题在里面 拜拜